青柳村位于深山之中,四面环绕着郁郁葱葱的森林,村民们依山而居,日出而坐,日落而息,生活简单而平静。铁丹自小生活在这片大山里,性格直率,胆大欣喜。 他的好友小柱子是村里唯一和他年纪相仿的孩子,两人一同长大,常常在村后的小山林里打猎,爬树或追逐野兽,生活充满了无忧无虑的欢笑。 然而,在某个春日的黄昏,小柱子跟铁丹一起进入了村后的山里,准备捕捉几只野兔。 当夕阳西沉,暮色似合,森林中弥漫起一股诡异的气氛,风吹动着树叶,发出沙沙的响声,仿佛在低于什么。 就在这个时候,小柱子突然说要去前面探路,铁丹还笑着拍了拍他,别走远,免得迷路。 然而,没过多久,铁丹就发现四周变得出其的安静,小柱子的脚步声消失得无影无踪。 铁丹喊了几声小柱子的名字,但回应他的只有风的呼啸声和树林里不知名的鸟类鸣叫。 铁丹的心跳开始加速,他意识到不对劲,天色渐渐暗下来了,铁丹感到一阵寒意起来。 他开始慌了,四处寻找,却怎么已找不到小柱子的踪影。 回到村子后,铁丹立刻通知了村民们,他们听闻消息后,脸色瞬间变得苍白。 年长的村民似乎有些忌讳地低声交谈,铁丹也约听到诅咒献祭这样的字眼,但没人愿意告诉他实情。 村里的长辈们劝他放弃寻找,甚至村里的张婆婆神情恐惧地对他说, 别去找了,孩子,这山里藏着不该知道的东西。 然而,铁丹怎么可能轻易放弃自己的兄弟? 他决定不顾一切阻碍,独自一人去解开这个谜团。 在几天的寻找无果后,铁丹渐渐发现村民们的行为越来越奇怪。 村子里的人开始躲避他,不愿与他交谈,甚至对他露出惧怕的表情。 铁丹感到自己像是被整个村庄隔离了。 为了弄清楚真相,他决定靠自己找到小柱子的线索。 某一天,他沿着小柱子失踪的方向一路搜寻,走到了村庄外的古井旁。 这口古井早已干枯废弃,井口上缠满了野草,周围没有人烟。 传说这口古井历史悠久,比村子本身还要古老,村民们从来不靠近他,认为他不吉利。 铁丹站在井边,心跳加速,他本来并不迷信,但眼前的古井散发出一股莫名的阴冷气息,让他感到不安。 他本想离开,却突然注意到井沿上似乎刻着一些古怪的符号。 他俯下身,仔细观察,发现那些符号仿佛带着某种神秘的力量,微微发光。 就在他研究这些符号时,耳边忽然传来了一声细弱的呼唤,铁丹。 救我,声音低沉而模糊,但清晰地像是从井底传来的。 铁丹猛地起身,心脏狂跳不止。 他认出了那个声音,正是小柱子的。 铁丹犹豫了一会儿,最终决定用村里找到的一根长绳,把自己掉进井中。 随着它缓慢地下降,井壁渐渐变得潮湿和冰冷。 周围的光线越来越暗,井底的黑暗像是要吞噬一切。 忽然,一道微弱的蓝光从井壁上反射过来,铁丹摸索着, 发现井壁上的符纹和井口的一模一样。 就在这时,井底发出了一阵低沉的声响, 铁丹猛地感到一阵强烈的震动。 井壁似乎在颤抖,一股强大的力量似乎在试图拉扯它下去。 铁丹心跳加速,拼命抓住绳子,迅速往上攀爬。 最终,它回到了地面,气喘吁吁地瘫倒在井旁。 望着那深不见底的黑暗,铁丹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。 他知道,小柱子一定卷入了某种无法解释的诡异事件中。 铁丹返回村庄后,发现村民们的氛围更加诡异。 许多人避开他,不再与他交谈。 而更让他震惊的是,村子里竟然出现了一个陌生的外乡人。 外乡人穿着一身黑色的长袍,身形高瘦,面色苍白,眼神冷漠。 他的出现没有引起村民的欢迎,反而让他们感到恐惧。 村里的人对他敬而远之,甚至有人悄悄地搬出了村庄。 外乡人从不与人交流,只在夜晚行动,村民们都传言他住在村外的废弃祠堂。 铁丹也对这个外乡人感到好奇。 他开始暗中观察,发现这个外乡人每晚都会前往祠堂。 而祠堂自从那场大火后就一直被废弃,村民们都说那是个不祥之地。 铁丹的直觉告诉他,这个外乡人和小柱子的失踪一定有关。 某天夜晚,铁丹鼓起勇气,跟随外乡人来到了祠堂。 月光洒在废弃的祠堂上,显得格外阴森。 祠堂的门已经腐朽,门框上挂满了蜘蛛网。 铁丹推开门,里面黑暗一片,只有几根蜡烛在昏暗中摇曳着微弱的光芒。 祠堂中央摆着一具石棺,石棺周围布满了古老的符咒和奇怪的图案。 铁丹小心翼翼地靠近,发现外乡人正站在石棺前,手中拿着一件神秘的物品,嘴里念着他听不懂的咒语。 铁丹躲在暗处,目睹着这一切,不敢发出一丝声音。 他感觉自己不该在这里,但他又不得不弄清楚真相。 铁丹从祠堂里逃出来后,内心感到极度不安。 他意识到,这个外乡人一定与村庄里的诅咒有关,而小柱子的失踪很可能与那个石棺和古老的符咒有直接联系。 他开始四处打听有关村庄历史的细节,最终从一位年迈的村民口中得知了村里的黑暗秘密。 原来,清柳村一直被一种古老的诅咒笼罩着。 这个诅咒与村里纳口古井和废弃的祠堂密切相关。 每隔几十年,村庄就会发生神秘的失踪事件,而失踪的人从来没有回来过。 传说,这个村庄曾经供奉过某种古老的邪神,而那个外乡人正是来复活邪神的。 他想通过献祭村里的年轻人来获得邪神的力量,实现永生的愿望。 而小柱子正是他的第一个目标。 铁蛋愤怒不已,他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救出小柱子,阻止外乡人的计划。 然而,他也意识到自己可能已经卷入了一场无法逃脱的宿命之中。 在某个月黑风高的夜晚,铁蛋戴上了村里流传的古剑,悄悄潜入祠堂,准备与外乡人进行最后的对决。 祠堂里弥漫着浓烈的血腥味和奇怪的香气,空气中充满了诡异的紧张感。 当铁蛋靠近石棺时,外乡人突然出现,冷冷地看着他。 两人没有过多的言语,战斗瞬间爆发。 外乡人操纵着符咒和邪术,铁蛋凭借着自己的直觉和勇气,与他展开了激烈的搏斗。 外乡人的力量远远超过了铁蛋的预料,他被逼得节节败退。 就在外乡人准备给铁蛋最后一击时,铁蛋忽然想起了母亲曾教给他的一个古老符咒。 他用尽最后的力气念出了符咒,瞬间,一道强烈的光芒从古剑上爆发出来,刺穿了外乡人的身体。 外乡人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,身体逐渐被光芒吞噬,化为尘埃消散。 而石冠也在光芒中裂开,邪神的复活被彻底阻止。